澳元还会再跌吗 看看刚刚公布的澳联储会议机要怎么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Gold Markets热烈话题解析 我是Rick 今年已经在逐渐的接近尾声了 各国都在这个月陆续公布了对未来经济的展望 以及对未来货币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澳联储 对于澳洲经济以及未来货币政策的详细解读 首先是国际经济方面 会议指出 尽管新的Omicron变种病毒近期为前景带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环境 以及疫苗接种覆盖率增加的支持下继续复苏 最近一些国家的新冠病例增加 导致住院人数温和的增加 并且收紧了边境的活动限制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经济的影响普遍有限 发达经济体的家庭消费复苏强劲 在高疫苗接种覆盖率以及放松限制的支持下 服务消费出现反弹 商品支出保持较高水平 全球商品需求持续走强 对供应链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全球商品市场的产能逐渐恢复 比最初预计的要慢 阻碍了一些商品的销售 尤其是汽车行业 除了能源价格上涨之外 这些产能限制导致了近几个月来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上升 尽管如此 全球供应链价格的一些指标 包括运输成本和关键中间品投入的价格 最近显示出奇稳的迹象 在北美欧元区和英国的核心通胀 已经升至多年来较高的水平 再加上商品和能源价格通胀急速上升 主要经济体的服务价格通胀 已经升至略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回升相反 高收入东亚经济体的商品价格通胀仍旧较低 在这些经济体中财政更多的是支持了企业而非家庭 谈到澳洲国内经济 基要指出 经济活动正在从Delta变量引起的挫折中 强劲反弹 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 特别是家庭消费正在强劲地复苏 商业情绪也有所改善 前几个月 非矿业企业的投资意愿有所提升 对于接种疫苗的澳大利亚人 和一些入境旅行的国际边界限制已经放宽 但Omicron的变体导致进一步重新开放国际边界出现了延误 会议还指出 国内需求的下降幅度小于预期 与之前的封锁一样 家庭消费是GDP下降的主要原因 因为大部分地区的消费机会减少了 在不受长期封锁影响的州 消费有所增加 服务支出仍远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 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 服务消费仍然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 第四季度的家庭收入受到政府补贴和更高劳动收入 以及消费机会减少的影响 家庭储蓄率急剧上升至20%左右的历史高位 这进一步增加了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积累的财富 房地产市场情况稍微有些复杂 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增长略有放缓 同时新挂牌的新屋高于平均水平 在其他地方像PERS的房价在过去两个月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而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房价增长仍然强劲 大部分地区的住房周转率仍然很高 首府城市和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广告租金继续上涨 但增速略低于前六个月 悉尼和墨尔本出租空置率有所下降 但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而其他城市和一些偏远地区的空置率仍然很低 有关劳动力市场方面 纪要指出 10月份的工作时间已经稳定 一些指标表明就业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强劲反弹 尽管10月份的就业人数进一步下降 而且失业率有所上升 但该月的劳动力调查是在新州和维州解除封锁之前进行的 分阶段重新开放国际边界将支持未来的服务贸易 由于国际边境的重新开放比预期的要早 旅行和教育出口的前景有所改善 预计教育行业将在未来几年为GDP的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 然而旅行服务的近期前景 因为受到Omicron变体的出现 再次增加了不确定性 对于国际金融市场 就要指出 债券收益率和股票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下降 并变得更加的不稳定 然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压力 和对未来央行政策行动的预期 意味着主权债券收益率仍然高于几个月前的水平 一些国家的央行 包括新西兰储备银行 韩国银行和挪威银行 以及英国央行等已经提高了利率 还有一些国家预计将在未来一年撤回货币刺激措施 或者部分撤回 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恢复 而且经济复苏正在持续 由于短期美国债券收益率相对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收益率有所上升 美元对多种货币升值 这导致了近期澳元的贬值 澳元目前已经跌至2021年的最低水平 对于货币政策方面 Omicron变体的出现是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 但预计不会破坏复苏 目前劳动力市场已经趋于稳定 而且劳动力的需求前瞻指标 与未来几个月强劲的就业增长相一致 预计到2023年年底 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将至4%左右 工资增长有所回升 但仅限于回升到疫情爆发前的较低水平 目前通货膨胀有所增加 但相对较低 基础通胀率6年来首次回升值略高于2%的水平 由于澳大利亚能源市场的差异和温和的工资增长 澳大利亚的通胀压力低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 预计潜在的通胀将逐渐回升 潜在的通胀率将在2023年达到2.5% 目前澳大利亚的金融状况仍然是高度宽松 大多数贷款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 纪要中继续强调了 在历史低利率时期维持贷款标准的重要性 纪要中指出 在2022年2月 利率将取决于就业和通胀和等方面的进展 其他央行的行动 以及澳大利亚债券市场的运作 成员们指出 在2月份的会议之前 将提供有关这些标准的更多信息 这包括有关12月季度CPI 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各方面数据 电时 Omicron变体所带来的复苏风险 也更加的明显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您的鼓励 是我们创作更加优质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